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秘密 放弃 在八字里面 他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你假如已经持放弃的一个态度的时候 你的一个运程来说 好的不太会起作用 但是坏的会更加分 所以各位 你去看看火车站在那边乞讨的人 这些人的八字有每一个都很惨吗 没有 但是为什么他情愿在那边乞讨 因为他觉得在那边乞讨就好了 也就是说他的运程 各位你看他的运程 他会突然给他一个好运 然后就突然大发吗 不太可能 为什么他已经放弃了 所以各位来讲 我们对于在命运的一个状况里面 我们是要抱持不放弃的一个态度 一旦你放弃了 真的就是那样子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